在愛情上我是什麼樣的別姓 男友最大呀 沒辦法 對 雖然在工作上我 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強勢的女生的性格 在工作裡面 因為畢竟一個人工作很久了 很多很多年 所以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 價值觀跟自己對事物的判斷 但是我覺得在愛情裡面 可能還是要裝作小女人一點 對 那其實如果 我也可以做到的事情 或者男朋友也一樣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讓他去做好了 這樣的話我們也會不用那麼累 對 下輩子讓我選的話 我一定做一個很花心的男生 月變天下美色這樣 開玩笑 我覺得 其實男生跟女生在這個社會上的責任 其實 已經越來越 越來越平衡了 不像可能以前 大家對於女生說 只可以說 結了婚就不工作 在家裡結婚生孩子 然後照顧家庭 其實現在的女生 我覺得什麼樣才叫成功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事業 跟你的家庭 跟你的孩子 跟你的孩子一樣有能力跟精力 把她照顧得很好 很平均 我覺得這個可能才是現在 當代的這個社會 對女生的最高的要求 所以可能會很累 但是也體現了你在這個 有限的人生裡面的這種人生價值 如果要挑一句的話 我覺得 因為 因為其實 我在大陸可能會影響了 就是一個時代的女生的成長 所以 有一句話 有一句話我 我曾經講過 我說 我為什麼要嫁豪門 我就是豪門 其實不是說我真的 真的是豪門 或者是有錢 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有的時候 女生其實是要有一個獨立的姿態 在這個社會上 獨立的成長 大家對於 特別是對於娛樂圈的女演員來說 可能所有的人都覺得 她最好的歸宿 是不是應該嫁 嫁到一個豪門 嫁到一個有錢人 她這一下半輩子 其實就可以高著朋友 可是對於現在的 我覺得 不管是職場女性也好 或者是 在這個身在娛樂圈的女演員也好 其實每一個人都想更能 更多的讓大家看到自己的 人生價值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才說我說這個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不重要 當你推開門的那一刹那 門裡的那個人 是不是真正你想要的 真正跟你 真的是情投意合的 真的是有感覺的 我覺得那個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基本上 這個語錄也都是我說的 但是也是在根據 各 各種不同的場景裡面 去聊天聊到的部分 時間和愛的關係 我覺得很像 精度緯度的橫軸和縱軸 那時間如果這樣走的話 那你的愛情 好像有時候是因為時間的闖 就開始濃 可是有的時候好像因為時間 然後會淡 那也因為時間的交集 你可能會有比較濃烈的時候 然後也會有交錯過後 就是在這個不對的時間點 你可能錯過了彼此 然後對的時間點 你可能又可以握到彼此的手 所以 要怎麼樣 好好的在 每一個對的時間 把自己的愛情 放在最好的 一個天平上 我覺得很重要 愛其實就是 就是一種很緩慢的一種流動 如果要長久的話 它不是 它不是在原地踏步 它還是會有一種的 慢慢的緩慢的流動 當你突然間喜歡上一個男人的時候 你可以解釋得很清楚 你為什麼喜歡那個男人 是很難講的 很多很深的情感 就是因為 你沒辦法完全解釋 愛是一門學問 因為它就是來得太自然 跟太簡單了 所以我們就忘記 它如果要長久的話 它應該是包括了些什麼東西 多少還是有什麼 那你說的是上來去 你妹妹 那你回來了 我跟你說 你真是太幸福了 你這樣好 我常常也在思考 就是說 人為什麼有的時候 會突然間出現了 第三者的事情 那出現第三者 我覺得有的時候 未必百分之百是第三者的錯 反而是 這兩個人之間 他們總會把那個 那個情感的空隙留出來了 一定是大家互相忘記了 彼此存在的重要 雖然它是那個簡單的一份愛 其實那份簡單的愛是最難來的 你還記得回家啊 你不講清楚的話 你出去回去拜回來 我什麼時候說我要跟外公合葬 大人的事情你就找插手 我的事 請你以後不要再管了 很多觀眾看完以後的那種反應 是讓我覺得其實大家好像很久 沒有這種溫暖的 我希望 大家看完以後 感覺好像 有人抱了他一下 擁抱了他一下 然後 他會感受到那份溫暖 那覺得這個世界 還是有這份溫情在的 哈囉 各位Vogue的讀者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賴太太 今天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Vogue樂透乒乓時間 首先為大家抽出的 第一顆乒乓球是 啪啦 激情 激情這個兩個字呢 代表就是很激烈的情感 以字面上的表達 就是激烈的情感 那激情跟我的關係是 我 我會有激情的時候 不管是生理上 或者是 心理上 那生理上那東西呢 我就不跟你討論了 好吧 那種東西就是我跟我 賴先生之間的 啊的事了 我覺得人到一種歲數 已經比如說好比我現在已經 今年我要滿38歲了 我好像有些事情 沒有那麼激情了 然後 我只希望我的生活很簡單 很平淡 然後平平安安的就好 所以我只能激情於在工作上 那工作上我的激情 其實現在我會把 我今年會比較把那個 這份激情這份感情 激情在於那個 演戲上面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 我的第一顆 乒乓 激情 Next 好 第二顆 HAPPENESS 幸福 我還滿會抽的耶 我抽的這些東西 好像跟我都有一些連結 幸福就是 幸福嘛 幸福嘛 幸福呢 就是一種感覺 幸福是來自於 你內心的一種 對於生命的感謝啊 然後對於生活的滿足感 曾經有一部電影叫做 幸福來自於 幸福來自於覺得 而不是獲得 它是沒有辦法去 用任何方式去賺來的 它只能靠你自己的內心去感受的 你有沒有感恩你現在擁有的一切 所以我覺得我 以我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來說 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我就是個很幸福的人 我喜歡這個 Next Next 疼痛 我生了一個孩子 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我生孩子的時候呢 因為我本來選擇的是那個水中生產 結果後來我生不出來嘛 我就回到床上這樣子 然後我還是堅持不打無痛 因為我很想知道 到底生孩子能夠有多痛 我有點變態 然後果然 他真的很痛 然後你整個身體是很酸軟的 摸到哪裡都痛 然後痛到 醫生幫你 在你的那一部分打 麻藥的時候 你也沒感覺 然後甚至他幫你剪那一刀的時候 你都沒有感覺 就是這麼痛 然後可是我覺得 當人能夠經歷一些疼痛的時候啊 你就會成長很多 因為那一刻的我 我真的覺得 這份疼痛雖然很痛 可是沒有人能夠替我解決 也沒有人能夠舒緩這個痛 就好像生命一樣 很多事情那種痛 只有你能夠自己 安撫你自己 只有你能夠自己去度過這樣子 然後我前那刻的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你要加油 你不要浪費力氣 你要努力集中精神把孩子生出來 要不然你可能要挨那一刀 因為我內心太害怕 我不想要挨那一刀 所以我就非常的堅定的把孩子生完了 我只能說女人真的生一次孩子就是長大一次 因為在整個過程我沒有 痛苦的大叫 我也沒有大哭大鬧 因為我知道 只有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孩子生下來 所以 我不能浪費力氣在其他的事情上 好了 這就是我的疼痛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份幸福的疼痛 今天我想要三個字 激情 幸福 跟疼痛 激情過後 得到了一真幸福 然後你就是得疼痛 然後 天啊怎麼會有那麼高好的事情啊 變態 老天爺 你不要鬧好不好 我知道你很了解我 但是你也不用這樣出題吧 那我也要來出題 我要來 寫一個題目 我來寫一個 變態 然後 因為 求就兩題嘛 我就不會浪費 我不會客氣 我會出兩題 勇感 好吧 希望 如果下一個抽題的人 拿到這個 不管他是怎麼樣的狀態 如果那個時候 當下他有一點點 沮喪 或許這個東西可以給他一點勇氣 給他一點力量 好吧 祝福你了 OK 今天的乒乓球時間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會喜歡 愛情 我覺得愛情是可以讓 一個人過得非常 很有目標吧 就是那種 心裡開心的狀態是 是一種 不經意就會散露出來的 就像譬如說 我跟我的狗啊 我每次回家 我常常跟他講話 講一講我就會覺得 我怎麼自以為 嘴角在笑 我就會覺得 哇原來這就是我對他的愛情 是 是 無時無刻都在發生著的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乒乓樂透 開始我的第一顆球 我很久沒有思考這個事情了 寂寞 寂寞 我覺得最可怕的不是什麼 一個人兩個人的問題 最可怕的是 覺得沒有人懂 這種寂寞是我最害怕的 就好像我 以前經歷了好幾年 別人都跟我說 我跟妳講 妳很好 我看好妳的未來 我跟妳講 妳很有才華 但是 我卻好像沒有辦法表達出 我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 我明明有想法 但我表達不出來 我覺得那種 那一種自己有翅膀 但是飛不起來的感覺是 對我來講是 最寂寞也是最 最可怕的一種 一種感覺